前世我撒了一个谎 顶贴了副驾少爷 为了这个谎我圆了半辈子 战战兢兢 最后众叛清离 还被妻子家族抛弃 重来一次 我可不撒这谎了 这富二代 谁爱当谁当马 睡醒的时候我浑身酸痛 环视周围 我居然回到了 我在贫民窟的家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刚睡醒的我 还有点恍惚 我不是被妻子推下山死了吗 你已经没有价值了 帮我换点保险吧老公 我的耳边这句话还在回荡 怎么下一秒回到这里了 身子也变小了 我猜到我应该是重生了 前世的我每次睡醒 都是浑身酸痛 干不完的火 身上永远是破破烂烂的 皮肤粗糙 后来我被金家找了回去 做了富家少爷 费尽心血 娶了弟弟喜欢的女人 为了娶她我重判清离 不知道我死了以后 家人会不会开心点 我看了眼日历 下周正是金家来接人的日子 当时派来呼呼啦啦一堆下人 挤满了院子 对方问我 是不是这家的孩子 我害怕说了句 不是 对方就把我带回了金家 说我是走失的大少爷 当年我猜测 金家应该是想找邻居家 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看没在现场 找到我时 以为是就带走了 我猜他们接错人了 所以我为了瞒着这个身份 在金家过得战战兢兢 这次如果再来人 我一定说是 我还不如在这里过日子舒服 这几天我有点忘了 前世的苦日子 是怎么过的了 每天想的都是 怎么能赚到钱 前世的我回到金家 金家对这个来自 贫民窟的孩子 非常介意 他们也没想到 孩子丢到了那里 一方面想努力补偿我 一方面又看不上我 所以拼命地让我学习 又不给我钱 我要看看前世学的东西 这次能不能对我有点用 我也算没白遭嘴 我饿着肚子 赶紧在自家地里 找点东西做饭 先填饱肚子再说 吃饱了之后 我又收拾了一圈屋子 毕竟这一次 我不会去金家 就得一直在这里过下去 以前还能凑活 这在金家待了这么久 自己的狗窝 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几天后的下午 我干完活回到家 看着院子里一圈人 该来的还是来了 对方皱着没问我 你是不是这家的孩子 这次我抬头挺胸 大声告诉他是 怎么的 老子这辈子 再也不用去金家受气了 穷又不丢人 结果对方大手一挥 带走 和前世一样的问题 不一样的答案 结局居然是相同的 我又被带回了金家 这办事的下人 怎么能这么糊弄 又整错了 我收拾了屋子 理了地 还想好好赚钱呢 我怎么能又回来了 上一世 我虽然被接了回来 但是没有一分钱属于我自己 以至于抢了弟弟的女友后 被女友发现我身无分文 又被家族抛弃 极端厌烦 最后 把我抛下了山 嘎了 进门之后 还是熟悉的表情 弟弟皱眉 姐姐厌恶 父亲不在 母亲精美 你们抓错人了 我不是你们家的 放我回去 这次母亲 没有了前世的表情 反而心疼地搂住了我 看来上辈子厌烦的表情 是觉得我是个物质的人吧 我还在想 回答什么都是这个结果 问什么要问我 我这必死的命运改不了了 抱着这个疑问 进了金家给我的房间 一楼楼梯口 和下人住的静 方便照顾 话是这么说的 被流落在外的是我 被找到塞回家的 也是我 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意见 真是不明白 前世我仗着自己出回金家 大家都对不起我 我一直索要 这次我乖乖地躲着走 能自己生存就离开 我可不要再招人烦了 我找到姐姐房间 敲门进去 这个姐姐虽然厌烦我 但是从来没有看不起我 前世也是为数不多 愿意出手帮我的人 我进来直接了当 借我点钱吧 我一定尽快还你 你借钱做什么 为了早日搬出去 不碍你们的眼 我得做点什么 姐姐无奈叹气 借了我几万块钱 我拿上钱 坐上了回到贫民窟家里的车 没人过问我去呢 我的母亲 被奶奶压榨得不成样子 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 父亲就是个酒鬼赌徒 输光了母亲赚的钱 前世我走了之后 没再管这里的一切 因为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理应切断这里的联系 但母亲前世 在我最难的时候 好几次给我帮助 要我照顾好自己 看来 这才是我真正的母亲 我找到了在地里干活的她 母亲还在伤心我被人带走 看到我格外高兴 哇 你没事就好 去过你的好日子吧 不用担心我 这才是母亲 我趁着父亲还在喝酒的功夫 偷摸带走了母亲 在市区租了个房子 让她在这里好好生活 别再回去 给她些钱 答应以后来看她 我又悄悄地回到了旧家里 摸黑上山踩了点人参 灵芝拿了回来 上一世 我娶了吴家的姑娘之后 这座山被发现是一座宝山 家里突然有了点钱 母亲赶紧给我送来舔了彩礼 结果家里剩的钱 隔天就让父亲赌光了 这次我提前找到了这里 我要把这个 当作我赚钱的本钱 在被发现之前 想办法换点钱给自己 晚上 我再一次回到了市区 溜进一家前世之道的药庄 这个药庄 是前世老婆带我出席上流社会的时候听到的 背后的老板身份不一般 得罪不起 我记得 这里一直在寻找品质好的人参和灵芝 我抱着东西 进来找到老板 我想和你谈谈生意 老板笑呵呵的 是个看着特别精密的人 小伙子 谈什么生意 他笑着回头看了看柜台后面 我也没在意 我这有上好的药材 我想和您合作 定期给你供货 我不懂药 但你们得给我个好价格 而且我还有个要求 你们能不能立刻给我现金结账 我搓了搓手指 这地方谈生意 我不是在虎口拔牙吧 毕竟这里的老板 前世无家 都一直想巴结 却巴结不上 老板笑笑把药材给我看看 我递了过去 他起身走向后面 让我稍等 过了一会 他拿着一达现金回来 比我预计的只多不少 小伙子 这东西 我要了 以后你有多少 我要多少 绝不亏待你 我数了数钱 挥挥手赶紧离开 这回 我终于有了傍身的资本 踏进家门的时候 所有人都坐在客厅里等我 你去哪了 爸爸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我出来乍到 到处看看 没规矩 交给你了 让他学习些规矩 别给我丢人 说完起身走了 果然 又要学东西 上一世 我想快速进入这个圈层 非要学管理金融 好找个好媳妇 结果这些东西固然好 但是世家子弟 都是从小学习 我在努力 也是样样不及 被富二代圈子 笑话了很久 说我东施笑评 把钱给我 我自己学去 果然弟弟和姐姐当场吃笑我 我还是要不到钱 给你钱 你没见过世面 肯定乱花 你就说 想学哪个吧 看来不学也不行了 上一世为了帮吴家拉拢生意伙伴 学了不少玩乐的技能 赛车 马树 弓箭 高尔夫 我要学这些 这倒是惊呆了母亲和姐弟 这里可以结交自己的人脉 这次我要学这些 既可以强身健体 又可以赚钱 姐姐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弟弟试探的问题 你难道不想进家里企业学学吗 前世我顺道说了句 想学 结果被认为是 想要争夺家产 更加深了他们的敌意 妈妈也说我不适合 从此更是切断了我所有经济来源 只给我个限额不高的信用卡 这次我断然拒绝 弟弟反倒有点差异 这个弟弟是个十足的人精 从小接受精英教育 眼中基本都是利弊 姐姐平时狠护着这个弟弟 但姐姐未按继承人培养 没有相同的人品 以后我还是得格外留意这个弟弟的话 别被套进去 行 这几天你就开始学 好好摸摸性子 过几天 你爸爸要开宴会 好对外公布你的回归 到时候你得大大方方的 最近我除了这些 还偷偷在要装拜师 我用药材和他们 换让我在这学习的机会 老板同意 但也仅限教教我药理 认认草药 家宴开始的时候 我穿着全式牛仔裤白衬衫 背着双肩背就来了 以前我盛装出席 要证明自己 大家整晚都像看猴子一样看我 我算是明白了 这个圈子就是比谁更松弛 我也别给别人丢面子 我拿点餐点直接找个花园的角落 我躲着吃 乌银 我哥哥回来了 我回头一看想起来 上次我无意撞到弟弟和乌银谈话 谈话中对我都是瞧不上的意思 我愤愤不平 开始留意这个乌银 慢慢的我还真就看上了他 发誓要娶他 乌家和金家是世家 他俩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正常两家也打算结亲 乌银其实很漂亮 看着就是个性感游物 要不然我也不会非要弄到手 乌家经商几十年 算是圈里的新贵 一堆人结交 但是乌银是家里的老二 乌家老姐过于优秀 这乌银就难受了 又不愿意屈居人下 这估计就是前世嫁了我闹心的地方 本来以为金家长子会有点补足 结果烂泥扶不上墙 不如换起动资金了 他在挑对他有用的人 我可躲得远远的 俩人一言一语地交流着 总是说到我 我就默默地就着谈话吃饭 我可不送死 谁爱去谁去 万一弟弟和乌银结婚 乌银会和他恩爱如初呢 我在角落里躲了半个宴席 前世的这回我 正以大少爷的身份到处嘚瑟 介绍自己呢 附近的客人看我如此尴尬 找个理由提前走了 这次我安分以后和谐多了 完全和没我这个人差不多 走 进来和弟弟姐姐一起去见个重要客人 这戏码以前没有啊 估计前世被我的表现尬走了可能 对面坐着的女人极有气场 驾驶不输酒精沙场的爸爸 感谢秦大小姐光临必设 秦小姐 这是秦家少主 平时很少露面 乌银当年想巴结她 连瘾都摸不到 今天居然来秦家了 这秦家祖上就富有 道已一代生意 已经遍布大江南北 渴望不可及 弟弟眼神坚定地低声说给自己听 秦家这位少主很有手段 年纪轻轻清理了家族企业里蹦跆的亲戚 顺利坐上了董事长位置 姐姐和弟弟说了一句 看样子 父亲是想结交他 难道打算同时考察无垠和这个秦小姐 前世我是没见过这个人 不在我理解范围内 我有自知之明 避而远之最好 秦少爷 穿得这么朴素 这秦家带你不好吗 去人家里还打主人的脸 确定这是可以结交的关系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 漂亮 这话我没法回答 低头直接走了 又不是给我介绍的 秦叔笑着和爸爸说 这秦少爷忍耐力非常人 可及 父亲姐姐弟弟都是一脸问号 正好大家都在宴会上 我坐车去母亲那里 给他拿了点钱 这可是我亲妈 等哪天秦家发现我是假的 把我踢出去 我正好带着母亲过日子 我娶了好人家的姑娘 母亲还能给我带带孩子啥的 我没想到这么快 我就还上了姐姐的钱 无债一身轻 你为什么还钱 啊 感情这钱 她就没打算让我还呀 在她心里 我是这种人吗 你认识秦叔吗 秦小姐 我这平民哭出来的 像是能认识她的样子吗 她昨天夸你 识时误 能忍耐 我 秦小姐 夸我 秦小姐愿意和我 结交我也是没想到 以后我们秦家终于可以和秦家稍微走近点了 那和我是没什么关系了 秦家的关系 我又用不上 爸爸考虑让弟弟接触秦叔试试 你以后可以和乌英走近点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哪只眼镜 看我喜欢她的 你不是低头不敢看她吗 所以觉得 我那是看上她吗 我是想起来前世夫妻 后来又被推下山气的吓得 我学习赛车 骑马 高尔夫 还有个目的就是赚钱 这里大佬非常多 每周比赛有钱不说 各位大佬经常赌谁输谁赢 这种带赌的局 参赛者能得到更多 我要在这里好好学习 多多参与 马上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早日拍屁股走人 要不怎么说 有钱人越有钱 穷人更穷呢 这种地方 你进来的门槛就很高 哪有几个是为了赚钱来的 富家子弟学习这些都是花架子 我一个贫民窟的孩子 身体素质好 还不怕受伤 看看周围一个个仆人一堆的富家子 不可能有我拼命 所以上一世这些 我学得又快又好 中场休息 无垠看到我走了过来 和周围人夸我 说是朋友家的孩子 这些人一听我身份就知道 这是来自贫民窟的 顿时失去了恭维的意思 我自己在一边搭工练习射箭 秦叔从阴影下走出来 随口问无垠那男生你认识 无垠没想到 秦叔会和他说话 受宠若惊 那是我未婚妇的哥哥 贫民窟出来的 学习射箭 是前世对无垠的行为 心有余悸 学点保命的东西 反正母亲拿钱 不学白不学 那边广播说 下午有比赛 男女搭配 我一听来钱了 赶紧去报名 上场一看 秦叔对一个富家小姐 小姐旁边站着个一堆 大长腿帅哥 看样子 这比赛就差一个男生名额 我举手赶紧加入 我 我 我报名 周围倒吸一口凉气 对方看似我一乐 一个土小子和大长腿 确实没法比 秦小姐 要不要加点赌注 赌注 我可没什么可赌的 行啊 我要你家山庄 输了你就把山庄 赔给这小子吧 那赢了 我要秦小姐的酒店 没问题 听着我好像没有损失 但是参与这种赌局 输了我估计赶出家门 都是轻的 我其实不太想和秦叔认识 一会完事 我早点走 秦小姐 一会要是输了怎么办 我一脸不好意思 我本来只是想赚钱呢 输就输呗 你未必比他差 对方可是圈里的名人 父亲是地产大亨 女的挺渣户 估计是秦家的对手 后起之秀 就敢得罪秦家 十只见我一口气射完 谁也不等 七个九环 三个十环 秦小姐看完 哈哈大笑 心理素质可以啊 去把唐小姐家山庄地契拿过来吧 周一别忘了过户给这小子 那边场地负责人 颠颠地过来拉我 先生 你怎么在这呢 比赛都要开始了 怪不得他们刚才那个反应 原来是我走错赛场了 白赚的房子 我开心得要死 管他什么小姐 以后不联系就是了 回家之后 父亲一脸严肃 叮嘱我以后不许莽撞 再去学习 带上你弟弟 弟弟可是家族继承人 学的古典音乐 带他学起马射箭 他能去才怪呢 这山庄 我本来想卖掉换钱 但是母亲还在租的房子里 容易被父亲找到不说 以后万一我被赶出金家 我也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便先留着 正好我要采集灵芝 找个地方放 让母亲帮我看着点正好 无垠最近常来 听说 最近无垠终于和秦家走得近了 每次来弟弟 都和他高高兴兴地说话 这次没有了我的插足 父亲也看好无垠 但是有秦小姐 这样背景深厚的人物 他也在考量 他最优秀的儿子 该娶谁 听说秦小姐最近经常去你们马场 以后多带金行去见见世面 父亲这话什么意思 无垠一下就能听出来 没问题啊 伯父 以后我们结婚了 我也赞成他学学这些的 两个狐狸在切磋 我是不想耽误这一家子 谈婚论嫁的 我提醒姐姐这好歹是你弟弟 你应该考察一下无垠的人品 我不清楚 无垠会不会像对我那样 以后对弟弟 不过弟弟有钱傍身 应该不会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 我的资金 靠着家里的那座山 快速积累了不少 但是每次我都是偷偷去 怕被人发现 那块山是家里山头 父亲懒一直没搭理 就那么放着 家里还有块田地虎口 过几年 就会有药商发现这块宝地 父亲这个毒鬼 一听有钱二话不说 就答应卖掉 当时药商就给了五万块 后来这山出的东西千倍不止 遍地是宝 只是平民没见识不知道而已 我到药庄求师父帮忙 决定自己买下这座山 药庄的老板 想套话问我山的位置 这我不会傻到 把自己的金山告诉别人 我只能借个董行的告诉我该怎么做 老板打了个电话 一会门口大步迈进一个人 秦小姐 他大大方方地往旁边一坐 端起茶喝了起来 说吧 你想怎么做 你是这药庄的老板 是啊 你不知道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原来还有这层关系 借我个人 我想承包一座山 有我还借什么 带我去 我给你搞定 我没动地方 怎么我这家产 还会在乎你那点小钱 我只得带他去了 原来你来自这里 被人看穿了 我们在饭店坐着 一会 就有人收购了山地 把地契给我送来了 就像金少爷说的 给了那家十万块钱 吓人回话的时候 头都不敢抬 谢谢 这以后 山里的东西 都归我了 我要雇两个当地人 帮我看着采药 这边我们还联系了 两个当地人帮忙看着 这是两个人的信息 工资已经付了 金少爷不满意 可以更换 看看和明白人办事 就是方便啊 这里山清水秀 确实是个风水宝地 出的东西也不发错 金少爷出自这里 居然有眼光石药 不一般啊 我假装听不懂情书的套话 为了感谢你 我请你吃饭吧 保证有机菜 我找到了镇上的一个餐馆 这里的老板娘人很好 以前我穷 总也吃不上一顿好的 有的时候 给老板娘干活 会做饭给我吃 那真是最好吃的东西 好久没吃到了 很是怀念 我点了点农家菜 让老板娘帮忙 杀了只鸡炖着吃 这镇上都是山泉水 要是有钱我就在这投资 哟 小伙子 是你啊 你爹到处找你呢 原来你发达了 可别回去管他了 谢谢老板娘照顾我 一顿饭情书吃的也很满足 一点没有大小节架子 你一个富二代 为什么要赚钱呢 我可不是什么富二代 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你怎么不找金家帮忙 金家不是我的家 情书也不多问 你为什么帮我 这点我很不解 有钱人不是无力不起早的吗 互利共赢 我家人需要人参 刚好你有 品质还不错 我们合作 我可以长期拿到人参 不是很好 估计我就是这么被注意到的 吃完饭 我多留了点钱给老板娘 毕竟 这是我为数不多 接受过善意的地方 我靠你提供的药材 赚了不少钱 家人也靠你健康了不少 我欠你个人情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情书难得心情好 打算逗逗我 我想问问 你觉得无垠怎么样 这个问题他有点诧异 估计觉得 我看上无垠了 是个好的合作伙伴 但对你来说 不是良人 这我倒是同意 他野心太大 蛇吞象 金家这几年在走下坡路 想找人联姻 我大概明白 对于金家 这确实是个好去处 谢谢 你说的对 我有了地 有了房 这下我彻底放心了 不需要再像前世一样 战战兢兢的了 进了家门 我直接坦白 抓我来的人抓错了 我根本不是金家的少爷 他们认错人了 一屋子人都惊掉了下巴 连下人都在一轮 这大少爷发什么疯呢 好好的金家少爷 还不愿意做 胡闹 你以为我随便认儿子呢 你回来 我就做了亲子鉴定 你是我儿子 父亲气的胡子 都飞起 什么 那我前世战战兢兢的生怕 被踢出金家 是为什么 我是真少爷啊 我白遭了那么多白眼 以为自己是假的 自己的亲儿子 被吴家如此对待 都不为我说句话 这什么家庭 那我问一句 我是怎么丢的 为什么才找到我 儿子别气 当年你奶奶糊涂 看不起妈 刚出生就把你弄丢了 母亲难得说句软话 那弟弟为什么没事 难道我能让你奶奶 犯两次糊涂吗 你奶奶最近才说了 当年丢你的位置 我这才找到你 感情这么多年 罪都让我糟了 死一回回来 还是这个待遇 别生你奶奶的气 她现在也是老糊涂了 什么都记不清了 哪天 你去和奶奶说说话 说回来了 她肯定高兴 我干嘛要让她高兴 晚上吃完饭 我敲了弟弟的门 姐姐也在 乌银不算什么善良的人 你要和她在一起 小心点 怎么也算是我真弟弟 该说的 我还是得说 不能害了一个好人家孩子 姐姐一听 瞬间不高兴了 你喜欢无垠可以 也要公平竞争 不能背后说人家坏话 弟弟直接撵我出去 得 我好心被当驴肝肺 年末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 出现在了奶奶家 母亲亲自下厨 忙里忙外 这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 我才把我找回来 是到了联姻的年纪了 家里多一个儿子 就能多给金家拉一个帮手 家里十几个孩子 男孩都是围着奶奶 老太太摸摸这个 看看那个 女孩都是自己找地方 坐着说话 不受待见 最近听说 弟弟和秦家小姐 吴家小姐走得近 圈子里也混得好 老太太勉强给个笑脸 叫到身边一顿教育 赶紧找个对家里 有用的姑娘娶了 以后两家多来往 让她赶紧生米煮成熟饭 给你生个儿子 才是正经事 这话听着 像我们村的妇女 才说的话 爸爸是她最得意的儿子 拉着手嘘寒问暖 老太太的女儿就一个 不算宠爱 但也过得去 晚年了起居 全让女儿伺候 母亲 金莱回来了 你看她吗 金莱 不看不看 有什么可看的 这金家 剩这么个老太太坐镇 能好哪去 我还不愿意过去呢 我受了半辈子苦 都出自她手 还让我看 晚饭刚过 各世家的小姐少爷 都会拉帮聚会 或者被长辈带着串门 今年吴英上门来送礼 吴复没来 这说明 金家已经走下坡路了 吴英被迎进来 老太太一顿夸 夸完吴英走了 老太太赶紧让金家的几个公子 去拜访吴家 谢家 秦家去 还秦家 秦家是什么人家 我们门都进不去 妈你就别张罗了 大伯娘没好气地说 你一个女人在这插什么话 我们金家的男孩子 都让你这种小门小户的女的 给带歪了 大伯娘气得直翻白眼 哎 秦小姐来了 门口的堂妹 看着窗外喊了一声 这屋里的人 叮光地收拾 不一会都在门口迎接了 哎呀呀 秦小姐真是大家闺秀 快进快进 我老太太实在太有面子了 父亲也赶紧迎接 家里的书摆都出来握手 我就是来转转 金宁 晚上有个赛车局 带上你弟弟来 为这发你弟弟手机上了 我就不做了 先走了 秦小姐估计是被这奇葩的一家子下跑了 快快 金宁 赶紧的 带上金行快点去 别去晚了 让秦小姐等 姐姐一边拿衣服走 一边叫金行 我做窗边客瓜子 一会还得去给母亲拜年 让她给我包点饺子 那才叫年味 屋子里的姐姐妹妹一脸羡慕 大家年纪都不大 这种局出去肯定有面子 比在这陪老太太好多了 都在求姐姐带他们去 去什么去 一堆碍事的东西 人家秦小姐没请你们 你们凑什么热闹 老太太一鹤鸦雀无声 弟弟慌慌张张地说 姐秦小姐 怎么会找我去赛车局啊 地址没收到啊 姐姐一愣 回头看了看我 进来 秦小姐给你发消息了吗 这一屋子 都在想 谁是金来 我掏出手机一看 城郊公路 真能玩 我喊了一句 城郊公路 屋里都安静了 大家都听到了 让去的是发信息的弟弟 惊醒此刻尴尬的要死 秦小姐是让你去 走吧 进来 你们去吧 我不去了 我有试一会 老太太声 一下就掀起来了 你个臭小子 秦小姐请你 你还赶不去 我拖着姐姐和弟弟 赶紧出了这地方 消息我发你手机上了 我真不去了 我有事要去 秦小姐 问你就说她发错了 姐姐无奈只好 带着金行去了 哪个弟弟不是弟弟呢 我坐车到城郊的庄园 家里请了阿姨 还招了顾的两家人 来家里过年 到处红彤彤的 一进屋脱了鞋 往沙发上一歪 母亲包好了饺子等我吃 这才叫家呢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我正在看看过 好几遍的春晚 笑得开心 你敢放我鸽子 进来 哟 秦小姐过年好啊 在哪呢 在家呢 秦小姐估计 现在一脸飞线 这一世我的目的 就是像现在这样过日子 剩下的不可测 我尽量不招惹 一会秦小姐就杀家里来了 感情郊区公路 就是我这个庄园旁边的公路 今天有赌局 你得去参加 要不然 我就把你姐姐弟弟给你送来 可别 我去还不行吗 让金家人 知道我的住处 以后我还怎么后退了 还好 今天那是卡丁车局 这个我擅长 怪不得让我来 我弟弟要是上了 非开断胳膊不可 不过在场的名媛 记住金行的不少 乃狗弟弟谁不爱看 平时他也没机会入局 这我也算对得起他了 公路平坦 且现在没有行人 很安全的环境 秦小姐和人打赌旅游 开发区的投资权 老规矩赢了归我 在哪投资我说了算 秦小姐入股 这买买稳赚不赔啊 正好我想投资 平民库附近的旅游呢 对方比赛的也是男生 是一个温泉山庄老板的儿子 国外回来的 带好头盔和防护 谁先到终点谁就赢 姐姐还有点担心我 毕竟我也是初学水平 殊不知上辈子 乌银天天逼着我练习 就为了能让我参加 生意伙伴的比赛 比赛中 旁边的小伙子 虎了巴基地想撞我赢 我脚踩油门 一路加速 飘移到达了终点 他还没见到尹吗 哈哈 好 开发权给金少爷 这回我承认 无银还是有点用的 拿着东西走人 回家吃饺子去 过完年 母亲叫我去 告诉我要大度 过后也会给我找个 好人家的孩子做媳妇 感情怕我阻碌这事 弟弟优秀 你别嫉妒他 我没有 母亲眼神变得防备了 一顿劝我 我有点累了 我想搬出去住 你哪来的钱 我自己会赚 你就在家里好好待着 等你弟弟结婚了 再出去露面吧 我这下连自由 都被限制了 过了两天 无银父母上门 来谈婚嫁的事情 结果要嫁的人是我 前世我就是一草包 这是我和无银 几乎没有交集 他为什么嫁我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上一世 可能是因为我是长子 再加上我疯狂的追求 那这次是为什么 土我穷 土我丑 土我岁数大 我下了楼 当场聚了 父亲和无父的脸 都是绿的 为了搭上吴家 父亲费了不少心思 他是希望弟弟搭上情家 我娶无鹰不浪费 万幸吴家上门 主动要这个 来自贫民窟的儿子 结果 我居然没看上吴家 弟弟跑了出来 我愿意娶莹 父亲的脸 这回都黑了 但是他不能拒绝 有儿子愿意娶 他拒绝就是得罪吴家 他得罪不起 双方顺利订婚 全了两家面子 父亲一个给我和弟弟 一人一个巴掌 我被关了起来 弟弟被父亲带走 我终于把故事的轨迹 还到了他该走的路上 也好 两家门当户对的结合 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我还送上了百年份的人生 做鹤里 二代圈子 因为抖的鹤里不值钱 笑话了好久 这东西 明明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呢 早知道自己留着了 弟弟结婚之后 每次回来都是眉头紧簇 不知道吴云这次 给弟弟提了什么要求 让他如此不高兴 婚礼结束了 我才被放出来 正好拿着赛车的成果 去开发贫民窟的旅游景区去 这天 我在庄园里散步 陪妈妈打理花草 金家要我立马回去 我赶紧坐车 火急火燎地回家 进门家人一种 皮笑弱不笑的表情 看我 我浑身发毛 怎么个情况这是 结果沙发一看 秦小姐和母亲坐着冲我笑 哎呀 儿子回来了 快来看看 这是谁 父母一脸谄媚 姐姐倒是有点担忧的表情 秦小姐母亲 是来商量你们结婚的似的 你这孩子 怎么不早说 妈妈一脸称怪 谁 我和谁结婚 你 我指着情书 爸爸差点要跳起来 把我那个指着他的手转回来 秦母亲切地握着我的手 这小伙子不错 我差点以为我姑娘 要铺在事业上一辈子呢 我都忘记 晚上到底是怎么度过的 秦叔走之前 我拉到一边低声问一句 大小姐 玩得哪出这事 我妈比我结婚 我男生认识不多 数你关系最近 这人情结婚后 我好好还你 这能还假装 你一个富二代 不瞒横跋扈 还会赚钱 又可以管家 挺好的 她笑着和母亲走了 留下我独自猛逼 我是万万没想到 离开无垠 我的结局 是和上辈子八竿子 打不着的秦叔绑一起的 我要拒婚 我和秦叔不熟 进家门我就宣布 爸爸冲过来 打了我一巴掌 你以为你是宝呢 秦叔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上次你拒绝无垠我就算了 这次你敢拒绝秦家 绑我也给你绑去 被关了俩月 父亲生怕我跑了 一步不许出门 稀里糊涂的 我就入坠了秦家 这辈子 父亲不敢不给我钱财了 送了一堆东西 还有店铺 房产给我做彩礼 别说一下子有钱了 我倒是很满意 秦家 对我倒是真不错 不限着我赚钱 也不逼我学任何东西 秦家的人都捧着我 一时间有点找不到呗 这富二代的圈子 都奉承我 想攀上秦家 我问秦叔 你到底为什么嫁给我 你的人生救我了父亲的命 你没看我妈妈 把你当亲儿子呢吗 当年你踏入药庄 我就知道你身份 一个穷小子 还挺不认命的 我喜欢 我一脸呆滞 老公你以后 就多多关照吧 秦叔突然想起来 我以前还以为你喜欢无垠呢 知道你拒了他 我才上门呢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我倒是一直不明白 他怎么会选我 无垠一直想要你弟弟 但你拒绝的话 他再嫁给你弟弟 你父亲会给他更多补偿 我终于明白 无垠两世嫁我的原因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